因为它是说明书上是治疗艾滋病 那么它已经是上市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就说明了它的安全性 已经是非常可靠 现在只不过是扩大的它的这个适应症 当然我们也是通过医院伦理以后 我们也用在患者的身上 从目前我们的有限的数据来看 患者第一时间 起病的早期 我们使用这个药以后 多数患者就不再发展为重症 病情不再进展了 因为它是医治病毒 如果患者它已经是来的时候非常晚了 已经是出现了呼吸衰竭 有多气管功能累积了 再用这个药就没有明显的效果 因为它一旦已经到了非常重的阶段 到了中晚期以后 这个病情的加重 就不是由冠状病毒而引起了 所以你现在再用 医治冠状病毒的药物 也起不到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要早期给予这个药物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酷炸兽在这种肥料中的家伴